先追一點 警消緊急趕到便當店外頭 一名男子全身沾滿血跡 被捕手部遭砍傷 為什麼要砍人 動手的男一男子也當場被逮捕 雙手上銬帶上警車 現場拉起封鎖線 24號一大早8點多 苗栗市這一間便當店 員工正在準備食材 56歲的張興嫌犯持刀埋伏 把其中一名46歲的男員工給砍傷 受傷了 受傷了 他們兩個認識是吧 對啦認識 原來嫌犯之前也是便當店的員工 一個月前離職了 在任職期間疑似跟被害人發生糾紛 久久無法釋懷 北俠發生持刀上的案件 均出不了解 系離職員工 因在職期間 民意地名民同事有糾紛 上午持西瓜刀 回到店內廚房 朝被害人行兇 嫌犯持西瓜刀 一看到對方出現 就上前揮砍 其他同事見狀趕緊上前勸阻 並報警處理 被害人身中多刀送一搶救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而警方也將砍人的嫌犯 當場逮捕 道案釐清詳細的事發經過 請被新聞謝國金成一軍理財苗栗想報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